这就是昨天晚上下场的诺瓦驿站 6月12号早晨的6点40 昨天晚上下场的诺瓦客栈 警察一早起来,群里面通知 6点整,我们急进 马上到前面一个观景台来看景 拍摄照片 早上一早起来,赶早去看景 这次并叉叉公路一段 6点56分 我说过我们这种的有顺利用的方式 因为反对那边有些摄影这方面 早上起来,都得赶早起来 去看景 我们早上现在看着有雾 看看是有什么时候雾能够打开 昨晚傍晚到的时候,从这拍过去 景色跟今天早上完全不一样 连镜上这么整个一片的雾气 但我们在这等啊,等着看看是不是能够打开来 一旦散开了以后,太阳出来 那景色,那就完全的不同了 刚才在丙东的地方整个一片大雾啊 正好说我们赶紧开个车换一个地方来看 又开回到我们昨晚住宿这个地点 这个地方它云雾 就打开了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这个地方的云雾啊是瞬息万变的 人要灵活 开个车换个点 又能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 就是人要灵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